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要談體重控制與能量平衡 那我們先來談一下體重跟肥胖標準 那體重的觀念其實是隨著我們的知識 還有環境會有一些的觀念上的改變 體重很簡單 站上體重機你就會得到一個數字 可是這個數字代表什麼樣的意思 它可以代表的是我們身體 所有器官的總重量 所以不管是頭髮 是骨骼 或者是內臟器官 整體加起來的重量總和 可是我們身體裡頭 其實有很多種 如果我們從組成的方式來看的話 它也代表我們所有組成的重量總和 比方說我們的骨骼有鈣 那我們有骨骼的重 有肌肉的重 有蛋白質 有脂肪 那這些加起來的總重 所以怎麼樣子叫做是一個健康的體重呢 那體重如果有變化的話 它代表什麼意思呢 那首先要先向同學說明 當體重有變化的時候 它最直接的就是反應我們熱量平衡的結果 而且一段時間之後 這個變化會非常的明顯 體重很明顯的有變化 那就是長期的熱量平衡的結果了 那在看體重的變化上面呢 我們可以按照我們的生命期 也就是到底是兒童青少年 或者是成年老年的時期呢 它可以反映我們身體組成的狀況 比方說在成年以前 每一個孩子都應該要成長 成長的時候呢 身體所有的組成都要增加 所有的組織的重量器官都要變大 所以在這個時候 它反映了我們細胞的數目增多 細胞的體積變大 所有的成分都應該增多 那整個重量的數字 有這樣子的豐富的意涵 可是一旦到了成年期的話呢 就不太一樣了 成年期意思就是我們不再成長 可是沒有成長 體重仍然數字會上升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代表裡面有特定的組織 它的重量特別多 那通常這是代表脂肪組織 或者是體組脂肪這樣子的成分 它的量增加了 那所以當有特定的部位 有所改變的時候 到底是健康還是不健康 就要看部位而定 那我把我們的DRI這份資料上面 每個性別年齡層 它的一個參考的體重 把它畫出來 你可以看到國人的體重 是隨著年齡在變化的 然後男性跟女性呢 其實在青春期之前 差異並不是非常的大 有一些年齡可能女孩會長得快一點 可是有些年齡呢 男生的成長數率就開始加快 可是到了青春期之後 男性跟女性就有很明顯的差異 然後就會維持到老年 到了老年的時候呢 一般來說體重還會有下降的這種趨勢 所以性別年齡影響了我們的體重 那也影響了我們的 反映了我們的體組成的變化 那體組成在成長的過程有什麼變化呢 這邊列出來從嬰兒時期 然後一直到成年 男性跟女性的差別 我們身體裡頭重量最多的成分 其實是水分 然後是蛋白質 然後是脂質 然後再來就是構成骨骼的礦物質 所以用這四大比重最 重量比例最高的來看分佈的話 低體重 出生體重低的嬰兒 水分最高 逐月生的體重 體重達到3公斤的嬰兒呢 那麼他的水分還是高 可是跟2公斤的嬰兒比起來的話 他的脂肪儲存多很多 其實蛋白質差異不是太大 所以嬰兒的體重的差異 主要反映在代表他的脂肪 體內的脂肪儲存量有很大的差異 那出生之後呢 嬰兒他的身體的組成 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年齡層 含量重量最高的就是水分 不管是男孩女孩 男性女性 然後其次是什麼呢 其次你會看到脂肪的量 也是慢慢的在增加 按照我們的體重的比例 到了成年的時候 是女性的體脂肪比例會比男性要來得多 那記得女性的體型比較小 所以她的脂肪重量不會特別高 不可能高於男性 但是比例就是脂肪的總重 除以我們總體重 他的占的比例會比較高 那這是這個圖的意思 然後蛋白質的比例呢 其實差不了多少 那骨骼的比重當然增加 所以我們的體組層隨著年齡在改變 那正常的改變下呢 是我們的細胞增多了 那細胞裡面的蛋白質會增多 裡面的成分增多 相對的水分就逐漸的降低 好 那我們提到成年之後呢 體重很明顯的會代表脂肪的堆積 所以大家都了解 按照脂肪分布的部位 一般來講可以把它分成兩種體型 常說是蘋果型或者是西洋梨型的體型 那這兩種體型呢 他的脂肪組織的累積的部位不太一樣 蘋果型基本上就比較在中腹的地方 腹腔腹部的地方 也就是內臟器官的附近 那麼累積大量的脂肪 那所以如果是蘋果型的話呢 腰圍就會增大 那如果是所謂的西洋梨型呢 基本上脂肪堆積的地方 比較是在腰部以下 臀部的地方 腿部的地方 那在這些部位呢 脂肪累積多了 影響外觀 可是他因為不是在重要的器官附近 所以他的健康的風險是比較低的 那我們除了用體重來衡量脂肪的堆積之外呢 我們現在還會用一個更簡單的指標 就是用腰圍 腰圍本來的比例不會超過臀圍的 可是如果脂肪開始堆積的話 那麼腹部肥胖 腰圍就會增大 所以男性的腰圍超過90公分 女性的腰圍超過80公分 基本上就是有腹部脂肪堆積的現象產生了 好 那不管是過重或肥胖 他其實有全身性的傷害 如果我們從頭上開始講起 全身的血液循環都會有高血壓的問題 然後中風就是腦部的血管容易阻塞 所以是對腦部的傷害 然後接下來心臟 關心病指的是心臟的血液循環系統 冠狀動脈循環也是一樣 這個動脈很容易阻塞 所以心臟就會產生問題 那膽囊的疾病也會發生 血液裡頭的膽固醇血脂都會增高 還很容易有血糖不耐 然後變成第二型的糖尿病 那另外一個很明顯的症狀 就是睡眠中止 呼吸中止 睡覺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只有睡覺的時候 常常就是會很短暫的 有呼吸中止的情況 那我最近才聽到一個朋友 他說他晚上睡覺必須要戴著氧氣罩 因為不然的話睡覺的期間 會有無數次的短暫的呼吸中止 那這個都一不小心 就可能就是不會再醒過來了 那他最危險的時候是 他在開車的時候 然後居然也可以短暫的就是打瞌睡 睡著了 車子開出去了 自己都不知道說剛才發生什麼事 所以這看起來好像不是立刻會致命的 可是是很危險的事情 那體重過重肥胖的時候就很容易發生 然後全身關節的負荷會很大 所以關節炎的問題也會增多 那另外我們的肝臟也會產生脂肪肝 過去都是認為喝酒才會有脂肪肝 現在不喝酒也會有脂肪肝 然後會有肝炎的問題 那另外癌症的風險也都會增加 所以整個體內脂肪的堆積 其實是帶來了蠻多的健康的風險 那是不是這樣就越瘦越好呢 究竟我們的體重要維持在什麼標準 那這個觀念就變化很大 過去會說理想體重 好像要追求那樣子的理想 可是什麼叫理想呢 美麗一點 還是什麼標準 然後有一段時間我們就會用標準體重 可是問題還是一樣 什麼叫標準體重 拿誰的體重來做標準呢 所以現在我們會說是 要維持健康的體重 就是我們要追求的體重 那什麼叫健康 增長壽命 讓疾病減少死亡率降低 那就是這樣的標準 那因為每個人的體型不同 骨架不同 所以如果只看體重一個數字很危險 對不對 所以還需要能夠顧及體型的變化不同 還有骨架大小的不同 然後高的人當然應該重一點 那高的人瘦體重不足 反而是一個風險 所以都不能只看體重的絕對值 那現在最常用的一個指標 就是身體質量指數 我們稱它是BMI 那它是計算出來的 就是把身高跟體重這兩個指標拿來做計算 那它的計算比較特別 不過你有很多的計算器可以幫你 體重的公斤數除以身高公尺數的平方 那這樣我就把體重跟身高兩個因素 都考慮進去了 所以什麼叫健康 我們說維持生命長壽一點 那這是如果我們把BMI這個數值 然後跟壽命之間做個趨勢圖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樣子的曲線 有一段BMI值是可以讓壽命達到最高的 那這一段的BMI值就是 應該是我們可以追求的健康的BMI值 那因為我們的身高不會再變化 所以就可以回推出健康的體重是多少 那除了長壽 生命越長就一定表示越健康嗎 我們知道不見得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指標來考量 BMI跟疾病之間的關係 我們是有很好的生活品質 健康的品質 還是基本上是重病或者是慢性病產生 所以像這一類的研究 他的調查都是上百萬的人 然後追蹤一段時間 因為一開始起點是沒有生病的 然後追蹤個9年10年 到這些人產生疾病 然後去看他的BMI 跟他的疾病之間的關係 所以各位從這個資料可以看出來 這份美國的資料 他就畫出來上面是BMI跟心血管疾病 CDV的死亡率之間的關係 下面是BMI跟全死因 就是各式各樣死亡原因之間的關係 有點像我們的十大死亡比例等等 那你是不是可以看到有幾個特點 BMI也是一樣有一個最低點 然後另外一個特點是什麼 其實BMI偏低的這一方跟偏高的那一方 死亡的風險 心血管疾病的風險 都會增加的 所以我們會稱這個曲線 有點像個撅字型 好 那哪一邊比較能夠 低BMI比較有危險呢 還是高BMI比較有危險呢 真的很難說 可是低的BMI 你可以看到他有他的極限 他有他的限度 再低的話 這條曲線不會延伸 因為人已經無法生存了 就已經是死亡了 好 那反而是 我們是比較能夠耐受高一點的BMI 可是疾病的風險會增大 那另外你可以看到 男性跟女性不太一樣 男性在美國人的話 他受BMI增高的影響帶來的風險 是比較大的 那這是西方人的資料 我這邊有註記出來 男性最低的地方是接近24的前後 那女性最低的地方是在22到23之間 那以這裡的風險是最低的 好 那東方人怎麼樣 我們有這樣子的研究 他是在亞洲地區 中國、日本、韓國 然後印度、巴基斯坦 就是這些國家把所有的生命統計的資料 然後BMI值跟這個不同的疾病的死亡率 來做一個對照 所以這裡有三條曲線 藍色的是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 然後橘色的是癌症死亡率 那綠色的話就是其他原因的死亡 那各位也可以看到 他是不是也是一個接近不對稱的 優質型的圖像 那其中我們會看到心血管疾病 或者是癌症的死亡率 其實他的最低點的BMI 差不多就是在22.6到27.5 對像中國人、日本人、韓國人 漢族人或華人這一個 這些種族最低是在22.6到27.5 然後兩端都會增加風險 那這兩個圖的對照 兩組兩個不同的族意 我們會看到不是全世界的人的風險都一樣的 很顯然像印度、巴基斯坦他們的種族 對高的BMI 對肥胖是有比較大的耐受性的 所以每個國家的BMI 要照自己的狀況、遺傳、環境等等來定定 好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們會有一個BMI健康的範圍在哪裡 然後怎麼樣去判斷過輕跟過重 但是在談體重BMI的時候 我要給各位看一下體重他還會有 除了疾病以外還會有其他的健康的效應 那這個圖是看體重跟我們的骨骼之間的關係 在這個美國的研究 基本上是青少女的對象 然後看他們的體重跟脊椎骨的骨密度 之間的關係 所以這個曲線告訴我們體重如果偏低 其實對骨骼不利 所以我們不希望體重太高 BMI值太高影響了增加的慢性疾病死亡的風險 可是當我們活著的時候 也要注意體重不能太低 不然的話我們的骨骼健康就會受到影響 所以體重的考量還有BMI的考量 實際上是要這麼多的健康的因素一起考慮的 那根據這些的研究還有國內的資料 衛生署基本上訂出來的 成年人的肥胖的BMI標準 是有這樣子的幾個等級 正常的範圍我們常常說就是1824這樣子的範圍 那麼低於18.5其實就是落入體重過輕了 也就是說這個人的體重比對他的身高 實際上是不利健康的 那過重的話就從24到27 肥胖從27開始還分輕度重度重度 有這樣子的差異 那意思就是說在正常範圍裡面 就是壽命跟死亡率還有疾病的因素 可以降到最低的這些狀況 BMI不只是有健康的用途 大家知道BMI也是我們台灣服役的標準 對男士來講有兩個標準是可以不用服役的 那免疫的體位偏低 這個男士不適合當兵 偏高也不可以當兵 那中間就是適合當兵的範圍 那所以早期一個不當兵的男生 其實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身體可能有某些缺陷跟不健康 跟我們現在的觀念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 那成人有這樣子的標準 不管男性或女性用統一的一套標準 這是因為我們的身高已經不會再成長了 但是兒童青少年的BMI不一樣 他沒有成長的需求 所以當他身高增長的時候 他的體重一定要跟著增加 所以每一個年齡層 從2歲到18歲都是每個年齡層 有他正常的範圍 男性女性都一樣 好 那這是在成長期的時候 我們在判斷體位的時候 要按照年齡來看 好 那台灣地區呢 我們現在的BMI 如果用BMI來判定我們的體位的話 是落入什麼狀況呢 那你可以看到有這樣子的標題 把亞洲地區的許多國家列出來呢 男性過重肥胖的比例是51% 然後女性的話是35.8% 基本上都是亞洲各國之冠 那如果看地圖 這是國民健康署 他發布的地圖是民國97到99年 非常近期的體重的資料 那各位可以看到在這個男性的部分 幾乎所有的縣市都是已經超過43% 肥胖順行率 過重肥胖 那女性的話雖然有一點綠色的 但是我們的綠色代表的是35% 低於35% 換句話說很容易就已經超過三分之一了 那除了成人有這樣的問題之外 我們的兒童肥胖問題也是越來越嚴重 那這是一個台灣地圖 把兒童肥胖比例最低跟最高的列出來 那我們看那最低的是多少 最低的話以綠色來表示 台北市也有18% 所以如果我們的體位沒有好好的去關注的話 那麼很快的我們的兒童青少年 然後到成年人整個肥胖的趨勢會更嚴重 所以10年來台灣的肥胖趨勢 就是從民國85年然後到97年 基本上可以看到是很明顯的在上升 尤其是以男性的肥胖率上升的最多 那這是我們國人健康的隱憂 好 所以考慮到體位 我們用BMI來做標準 什麼是我們追求的目標呢 那我們要按照我們的年齡層來看 所以我提供給各位這個世界癌症基金會 他對BMI的建議 那他的建議基本上以降低風險 癌症風險為目標 你可以了解能夠降低癌症風險的這個體位 一定可以減少很多慢性疾病的問題 所以他的建議是 你要盡力維持在正常範圍裡面的 最輕的體重 我們看到BMI有一個range 在我們有機會的時候 起步的時候追求低的那一方 那低到多低正常範圍在哪裡 有各國的標準 成年開始一定要保持體重 在正常範圍之內 也就是BMI只在正常範圍之內 這是你學健康學營養 一定要要求自己努力去做到的 那等到成年期的時候 要避免體重跟腰圍的增加 要學會保持跟維持 那一般成年人的BMI大概是21到23 我們也不建議追求很低的BMI 那兒童跟青少年他在成長 所以這個時候父母師長 整個衛教的系統 應該幫助兒童青少年做什麼呢 以導向當他長到21歲的時候 會在BMI裡頭的正常範圍裡面的 低的這個範圍 那這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說兒童青少年的時候 千萬不要擔心這孩子會長得不如人家 這是我們東方人常有的觀念 所以就努力的要讓他體重增加 那一到一旦到了21歲的時候 可能就已經超過了 尤其是我們剛才看到那個體重的變化趨勢 你會發現青春期開始 我們孩子的體重就已經達到成年人的狀況了 跟老師年輕的時候很不一樣 我們年輕的時候其實離 即使是青春期的體重離成年的體重 中間可能都還有十幾公斤的差距 所以你可以慢慢的享受你的成長 但是現在的孩子基本上沒有 到青春期的時候 其實已經沒有什麼體重在增加的空間了 好 那在我們的飲食指南裡面 維持體重是整個飲食指南 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所以怎麼樣知道自己的健康體重在哪裡呢 你看我們用的是健康體重 然後可以從身高去找出自己的健康體重的中間值 然後他可以有一個範圍 都已經幫大家算好了 那我們的營養99網上面也可以直接就是計算 所以在飲食指南上面 讓每一位民眾都可以了解自己的健康體重範圍在哪裡 然後給自己定一個維持健康體重的目標 人的身體其實跟你的機車 汽車一樣 都是一個類似機械型的一個活動的單位 所以我們都需要開車要機油 所以我們維持生命需要有能量 那它是我們生命的動力 也是我們必須要付的代價 我們要從外界食物去獲取這些能量 才能夠應付身體的需求 如果能量不足當然對身體就不利 所以首先要說明能量跟熱量 這兩個名詞在營養上面常常互通 但是它的物理意義其實不太一樣 當我們的能量是用來做有用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稱它為能量 我們說它是energy 而不是只說它是heat 那energy它的定義就是能夠做工 可以work的這些energy 好 那什麼叫work呢 你步行 你騎車 所以你的所有的生命現象都是有用的work 那這些都需要能量 所以能量的形式非常多 比方說今天我們開燈 那這是有電能 好 我們比方說有風扇 那麼從電能轉換成為機械能 然後來攪動我們的空氣 所以有許許多多的形式 也可以是光能的形式 可以是化學能的形式 我們用電磁 它是電能的形式 那熱也是一種能量的形式 我們身體裡頭比較常用的能量形式 是化學能 那這些能量有些什麼特點呢 有幾個原則是各位一定要知道的 能量不會無中生有 所以我們說能量不滅定律 它不會無中生有 那也不會憑空消失 所以能量一定有個去處 有的來處 然後能量可以從不同的形式之間互相轉換 所以我們的機械能可以轉換成為電能 那在這個轉換的過程裡面 基本上都不是百分之百的完全 所以每次的轉換就會有一些損失 但是所有的能量既然都不會消滅 那麼損失的跑到哪裡去 那最後大家會歸到哪裡去呢 所有能量的形式到最後 都可以百分之百的成為熱能 在損失的過程 其實也是以熱能的方式流失掉 那為什麼說它是流失 是因為熱能我們能夠利用的很少 那所以在我們的物理世界能量是不滅 在我們的生物體世界也是能量不滅 所以以前常常有人笑著說 我也沒吃什麼 我就是只有喝水 那就會 體重就會增加 我們知道那樣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一定是有一些能量的物質進入到體內 好 那剛提到了 所有的能量在轉換的過程都會產生熱能 然後所有的能量都可以百分之百的成為熱能 那身體裡頭也是一樣 當你運動的時候覺得很熱 就是因為做工的結果那能量就用熱的方式來發散 這個熱能在體內最重要的一個作用 就是保持我們的體溫 超過了就需要把它排散掉 就發散到空氣裡頭去了 好 所以你也可以說熱能基本上是我們 整個能量代謝的廢物 廢氣物 那我們身體呢 當你運動的時候或者是發燒的時候 體溫增加 那這個熱能 這個溫度要降下來 身體排熱就像我們用那個冷氣激空調一樣 你要把高溫降低 本身也都要耗費能量 所以我們要排除熱能 也要再利用能量 好 所以後面我們在講這個能量 營養上的能量的時候 熱能跟能量或者是熱量跟能量 這兩個名詞我們就把它混用 不再做那麼嚴格的區分 那所以 但是熱量有它獨特的單位 熱量的單位我們常常就說它是卡 或者是稱為卡路里 基本上是CALVER里的翻譯 那在物理跟化學上面有它的定義的 一公克的水升高攝氏一度 你需要提供的熱量 大家都煮過開水對不對 一公克的水差不多就是一CC的水 其實很少 所以這個單位非常的小 那我們真正在營養上用的時候 講食物的熱量 講你身體需要耗費多少熱量 都是用大卡或者是千卡的單位 那另外熱量跟其他的能量的形式 也就是做工的能力之間 有一個熱工當量 所以熱量的單位是卡 能量的單位其實是JOWER 工的單位是JOWER 那我們在營養上我們說 一個人一天需要多少能量來維持生命呢 那麼需要1600到2800大卡 我們也可以說要消耗多少能量 才能夠讓我們的生命運轉的正常呢 那也是1600到2800 我們消耗的就是因為我們需要的 好 那有了這樣子的能量的概念 能量能不能測量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想過這樣的問題 油脂的熱量很高 怎麼知道 表格上查的 表格上面這個數字誰定的呢 當然是要能夠測量 所以我們所有供應能量的營養素 或者稱它是熱量營養素 糖類脂肪 蛋白質 酒精 他們應該都是可以測出 它所含的能量的 那人也是一樣 我們說我們今天跑步 要消耗多好的熱量 多少的能量 是不是也可以測量呢 那我們維持生命的機能 我們做活動還有保留保存生活品質 需要消耗的能量能不能測量呢 一開始都是可以測量的 然後把這些值歸納出來以後 今天我們不測量可以直接的利用 是因為資料已經累積起來了 所以要向同學介紹一下 你要知道這些數字怎麼來的 我們如果要測量一個營養素 或一個食材的熱量 那我們就需要用所謂的蛋卡儀 這個蛋卡儀就長這個樣子 那裡面有一個蛋 就有點像子彈炸彈的意思 因為在這個密閉的容器裡面 這裡就是放樣品 可能是一塊豬肉 可能是一塊豬油 然後在這個裝置裡頭可以通氧氣 讓它完全的燃燒 當這個有機的成分完全燃燒成為 二氧化碳跟水的時候 它會把所有的能量 都用熱能的方式釋放出來 然後這邊有攪拌器 那外面就是絕緣的 有水的一個絕緣的器材 所以可以測量用溫度計來測量 這個水的溫度從幾度升到幾度 我們就可以 這個升高的過程 就是代表熱能的這個產生 所以在這樣子的方式 很多的材料包括食材 甚至包括人體的一些組織 今天過去的研究人員會把 人身上的脂肪組織取樣 然後也拿來做一下 到底含有多少能量 那如果要測量動物生物 是不是也有辦法呢 我們不能把用燃燒的方式 所以最早最早的營養學家 在18世紀的時候 他就做了一個小動物的測卡儀 叫做calorie meter 然後呢 可以把一隻小動物放進去 那我們稱他是冰水型的 其實他也是一個絕緣的環境 然後空氣可以進去 可以出來 所以動物是在做正常的呼吸的 那呼吸所放出來的熱量呢 就由這個容器外圍這一區 他放的是冰水 4度C的冰水 然後有加熱的話 不管熱量是多或是少 冰就開始溶解 那麼收取這些溶解的水 就可以計算出到底這些動物 或者這隻動物他散出了 發出了多少熱量 那這個叫做直接測卡 因為什麼 他真的是直接 用這種方式可以直接測 這個動物產生的熱量 可是很麻煩 人怎麼辦 所以到了人的時候 就不能用直接測卡了 那在國際上有一個 專門講生物卡記的這個學會 他基本上就是把Lava Share的這個 測卡儀 當作他的勳章的這個圖案 這是紀念他 所以這是他們的學會最高的榮譽 好 那要測人的時候 人的體型這麼大 不可能把他關在一個密閉的容器裡面 其實有 有針對人的這種間接的 直接測卡記 但是這只有少數的 國外的一些學校有 不是每個地方都會有 那要方便我們可以 測量各式各樣的能量消耗 基本上就要用間接的方式 那間接的方式就是根據化學的原理 我們的產生的熱量 基本上就是體內的熱量營氧素 然後氧化變成二氧化碳跟水 然後就會產生熱量 所以他會消耗氧氣產生二氧化碳 那消耗氧氣呢 每消耗一定量的氧氣 就代表燃燒了一定量的營氧素 然後就代表產生一定的特定的熱量 所以可以用氧氣的消耗量 跟二氧化碳的產生量 來換算進行這個呼吸反應的時候 到底對應是多少熱量的產生 所以這裡是Lava Share 他當年在他實驗室裡面 用的是一個呼吸器的這種原理 然後來測人的 到了20世紀 這是美國的一位很重要的科學家 他就也是一樣用呼吸器的方式 來測運動的時候運動員會消耗多好的能量 所以有人稱他是運動營養之父 那這位Edward呢 其實對我們來講真的是非常重要 因為食物裡頭各種的熱量營養素 他的到底含有多少熱量 可以提供人體多少熱量呢 這個都是他在美國的農業試驗所裡面 完成的工作 我們今天能夠用計算的 是因為他累積了所有的這些資料 測了所有的這些資料 所以他測出來說玉米澱粉跟米的澱粉 熱量不是完全一樣的 但是我們今天歸納出一個通用的原則 給大家方便估計 而不是非常的一定要非常精確 好 那所以透過呼吸能夠測量二氧化碳的 產生氧氣的消耗 基本上就可以反應身體這段時間 所消耗的或者是產生的熱量 那所以有這樣子的行動式的呼吸 現在的儀器都越來越好 他不會很重 然後可以任何的活動下都可以測量 那可以得到二氧化碳 在某段時間的濃度的變化 氧氣的變化 還有很多其他的指標 呼吸速度的這些指標 那都可以讓我們來回推 人體的熱量的消耗 好 那了解了這個能量熱量的觀念之後 我們就開始來看我們生物體的狀況 人體的熱量平衡呢 基本上是由攝取的熱量跟消耗的熱量 兩個差值來看的 那他的平衡狀態呢 基本上就有三種 正平衡 打平的平衡 還有負平衡 那攝取的熱量呢 基本上就是我們飲食所提供的 主要的熱量營養素 我們常常就說三大熱量營養素 那消耗的熱量就是完全 我們身體怎麼樣子的去利用 這些營養素來完成生理現象 好 所以我們從攝取的這個部分來看 熱量的攝取估計其實是最簡單的 好 因為我們知道熱量營養素 他對應的熱量有這樣子 糖類蛋白質都是每公克四大卡 脂肪是每公克九大卡 還有其他現在飲食生活裡面 一樣會提供熱量的成分 酒精是讓每公克七大卡 所以他的熱量其實是接近脂肪的 有人說喝酒跟喝油差不多 好 那有機酸呢 食物裡面可能有粗酸 檸檬酸 這些果酸類的成分 他的熱量是2.4大卡 還有膳食纖維 好 現在很多膳食纖維的製品 加在食物裡頭 那膳食纖維他的熱量比較低 也有2大卡的熱量 所以這些是我們食物裡面的成分 主要的會提供熱量的 那要計算飲食的熱量 你只要把 看你要一餐還是要一天 你就是要把糖類的重量 然後乘上他的對應的卡數 那這些把它通通加種起來 你就可以計算這個便當有多少的 可以提供多少的能量 或者是這一餐我吃進去了多少的能量 或者這一天我吃去多少的能量 那這樣的原則就是我們在99網裡面 所使用的原則 好 那可以計算攝取 可以估計攝取 那平衡的部分呢 我們就要來看一下 如果我們能夠知道消耗的熱量 對比攝取的熱量 我們就可以看出他的平衡狀態 那平衡狀態我們說有三種 一種是平衡就是攝取等於消耗 那在這種熱量平衡的情況之下 體重不會改變 那如果說攝取的超過消耗 那麼這個叫做正平衡 那正平衡一定就會讓體重增加 如果攝取的不足消耗 這個我們就稱他是負平衡 那一定會減輕體重 這個原則是屢勢不爽 絕對會達成 那怎麼樣去控制達到正平衡或負平衡 就看我們的各種策略 還有我們的目標 所以現在我們就要來談比較複雜的 到底我們身體在消耗什麼樣的熱量呢 需要能量的地方在哪裡 基本上我們分成最主要的三大項目 一項是稱為基礎代謝量 另外一項是活動量 還有一項是食物產熱效應 活動量大家最熟悉的 你知道你運動一定要用能量 可是你要知道當你不運動 就算坐著放空 他也有基礎代謝的需求 而這一天裡面基礎代謝量 所消耗的熱量是最大宗的 可以占到65% 那他跟我們的體型 跟我們的身體組成有關係 可是個體差異沒有很大 差異最大的其實是活動量 有人可以會非常的活躍 有人可以動都不動 所以這25%的話是以 就是一般生活形態之下的 但是他可以有很大的調整 那食物產熱效應呢 基本上是跟我們的熱量攝取有關係 這個我會再說明 好 我們先講基礎代謝量 稱為BMR 不要跟BMI混淆 那基礎代謝量 什麼叫基礎代謝呢 這是一個觀念 我們可以說 它是維持生命所需要的最低的能量 你什麼都不要做 在最舒適的環境裡頭 人只要活命就需要呼吸 就需要有心跳 就需要腎臟不斷的在做過濾 必須要有分泌所有的 你不製造的荷爾蒙 這些就是我們的基本的代謝 一個人只要活著 這些都需要 那最接近基礎代謝的生活狀態是什麼呢 我覺得各位可以想一想像 比方說有些人意識不清 好像植物人那樣子 他的所有生理機能都還維持著 那麼這就是維持生命的最基本的能量 所以在有了這樣子的概念之後 真的要測量的時候 那麼就要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比方說一定要環境舒適 不能太冷 不能太熱 那太冷的話會發抖 又要增加熱量的消耗 然後靜臥 當你坐著的時候已經比躺的時候要 肌肉要多消耗一些熱量了 所以你要多坐 少躺 然後要清醒的狀態 當我們睡眠的時候 我們的熱量的消耗也會減少 那還有一個就是飯後12小時 你的腸胃沒有在做消化的作用 這樣才是基礎代謝的狀態 在這種狀態之下 不管你是用直接測卡法或者是呼吸器 測到的能量代謝就是代表基礎代謝率 好 那這基礎代謝率 主要是哪些器官在使用呢 在這邊你可以看到 我們把身體裡面最重要的幾個器官 腦心臟 腎臟 肝臟 肺臟 他們的重量加起來小孩子大概1.5公斤 成人整個加起來也不過就是5公斤左右 可是他們消耗的熱量是多少呢 他們每一天 嬰兒的腦部要用到240大卡 那麼成年人也要用到365大卡 看起來很少嘛 一個便當就解決了 可是一天我們的熱量可能只用 成年男子可能只有2000大卡 所以這365大卡的腦部的消耗 基本上已經佔我們基礎代謝率的 1.5%了 21%了 所以你身體裡頭消耗能量 在靜態的生活裡面 消耗能量最多的其實是腦 還有肝臟 成年以後肝臟變大了 小孩子的時候腦部的消耗是最大的 那是一個代謝非常旺盛的器官 那這幾個內臟加起來就已經消耗了 不管大人小孩已經消耗了 我們基礎代謝率的80%了 他的體重佔的比例很少 可是能量的需要的能量消耗 代謝活力有這麼旺盛 所以當你在控制體重 在降低熱量攝取的時候 一定要維持你的基礎代謝率 是可以保障的 不然的話這些重要的器官 就沒有充足的熱量 來維持自己的最佳功能了 那基礎代謝率會受很多因素的影響 有一些是先天的因素 那有一些是我們後天可以調整的因素 比方說增加基礎代謝率的因素 一個是肌肉量多 男性 常常男性就是肌肉量比較多 所以他們的基礎代謝率就會比較高 成長的時候也是發燒的時候 或者是甲狀腺素增加 腎上腺素增加 都會讓基礎代謝率升高 然後體重增加的時候 細胞增多了當然也會增高代謝率 懷孕 然後一般來講瘦的人 他的代謝率會比較高 因為他的體表面積比較大 要散熱 保持體溫比較不容易 室溫過高過低 還有壓力 生活壓力 那這些都有可能會是 增加一個人的基礎代謝率 增加你的能量消耗 簡單的是這樣子說 但是為了要增加能量消耗 有些因素你並不是一個健康的做法 那降低基礎代謝率的因素呢 年齡 年紀增大 一定就是肌肉量會減少 代謝活性會降低 然後女性本來就是肌肉量比較少的 然後不吃飯的時候 進食的時候都會降低基礎代謝率 生病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也是降低的 然後體內脂肪多 體內脂肪多基本上就是肌肉減少 那比例這樣子的變遷 脂肪組織比較沒有什麼代謝活性 所以進食 短期的 長期的飢餓 營養不良 這些都是降低基礎代謝率的因素 所以這些都會影響我們的能量消耗 好 所以基礎代謝率的值呢 我們這樣子的看一下 按年齡來看分男性跟女性 然後這個代謝值呢 基本上他的單位是大卡 然後以每公斤體重每分鐘 也就是把時間跟體重的單位 都放到最小 因為每個人活動的時間不一樣長 然後你的體重不一樣 所以我們用相同的單位來比較 我請你從這裡看到幾件事情 第一個 年齡越小的基礎代謝率是越高的 不管是男性或女性 都是一路降低 所以老年人的基礎代謝率是比較低的 那吃同樣的熱量的時候 就比較容易堆積脂肪 男性跟女性比呢 女性的基礎代謝率是比較低的 所以有這些趨勢 你在這裡都看得到 那我們在算能量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單位 是體重跟時間的單位 要做適當的換算 你要乘上體重或乘上時間 那所以如果我們把它換算成為一天的話 那就可以算出這個一天裡面 每公斤體重的代謝率是怎麼樣 那基本上維持年紀越大 還有性別是女性都會越少 好 講完了基礎代謝率 這是我們維持生命非常必須的 現在在你身上一樣在運作 那接下來就是活動量 活動包括就是開始做的任何 不管是輕微的或者是複雜的活動 所以從事活動所需要的能量 看你的體型 看你的活動的劇烈程度 還有時間長短 一個很劇烈的活動時間很短 跟一個中度的活動時間長 可以消耗相同的熱量 體型大的人本來就比較優勢 因為他要從事活動的時候 就需要把自己的身體動起來 他的負重就比較大了 所以其實消耗的能量是比較多的 然後時間越長越多 那一個人如果能夠維持動態的生活的話 可以避免增重 那活動量他其實就是一樣消耗量 事實上是一個能量的單位 不過為活動量他現在有一個新的名詞 叫做MET Metabolic Equivalent 其實他是一個熱量的單位 就是每小時每公斤體重 一大卡我們就稱他是一MET 好 那如果要算體重 比方說每個小時 我自己會消耗多少的活動的能量呢 那這時候你可以乘上體重 那這個就可以當做自己的基本單位來用 好 所以活動的代謝當量 這邊給大家舉個例子來做個比較 比方說靜態的工作 大概MET差不多是1.3 這個比睡覺基礎代謝率要高一點 動態一點的活動可以算到1.5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 更這個劇烈一點的活動的話 那麼他的消耗的能量都可以增強增多 這給大家參考 在做計算 自己計算的時候 我們還會有一個更完整的表格 給大家用 好 所以活動量怎麼計算呢 原則上每一種活動的能量 就是他的MET乘以你從事的時間 那總活動量就是把所有這些統統加起來 那怎麼知道有全部都算進去呢 你就要算一下時間 你的所有活動從起床 刷牙 穿衣 然後步行上學 然後坐下來聽講 這些都是活動 所以你的總活動時間呢 就是24小時扣除睡眠的時間 時間加總起來 你才能有達到這樣子的總額 才是沒有遺漏掉你所做的事情 然後你要計算個人的這個 你要同時計算個人的基礎代謝量 然後怎麼評斷你的活動量是不是理想 現在的建議是你的活動量 要佔你的基礎代謝率的70% 假如你的基礎代謝率是1200大卡 你的活動量最好要有800大卡 這樣才是健康的 所以你的熱量攝取應該要有2000大卡才對 好 那最後要講的是食物產熱效應 一旦吃了飯以後呢 食物在消化道裡面 胃要收縮 消化液要分泌 然後進入血液 肝臟要做一些分配代謝 這些都需要能量 所以這樣子所需要的能量 我們就稱他是食物產熱效應 那你需要供應這種處理食物的能量 然後所需的能量我們怎麼估計呢 當你把活動量跟基礎代謝率加在一起 就是你需要的總熱量 然後我們可以用8%到10%來估計 你還要多吃這一些熱量 好像缴所得稅一樣 那營養素之間其實是有些差異的 我要提醒同學 一般來講我們的熱量營養素裡面 消化吸收處理脂肪需要的能量最少 你要付的所得稅最少 所以脂肪就很容易利用的利用率很高 那蛋白質是需要相對付出的 這個處理的能量是比較多的 所以雖然總熱量一樣 但是我們熱量營養素的分配不同的時候 會影響花在熱效應的這個部分 那你可能就會有額外的熱量的儲存了 所以我們每天每個人所需要的能量 等於什麼呢 等於基礎代謝加上活動量 加上食物熱效應 這個食物熱效應就是為了要你能夠達到 真正的獲取這些總熱量的 那我們也可以用這種方式來撐 因為通常食物熱效應不會單獨測量 而是以你所吃的總量來看 所以你的所得稅是按照你的總所得來算的 好 好 現代人的平衡觀念 飲食均衡觀念 熱量平衡不太一樣 大家要切記一下 好好的做個判斷 好 那最後我就要跟同學說 幾個體重控制的原則 過重或過輕的原因都不是很單純 所以不要用一種方式來解決 然後你要知道身體有抗拒體重變化的 這種傾向 能量是為了保命 維持體重 其實是維持高一點 還是有利生存 所以當我們開始要調降體重的時候 身體自然的反應是想辦法保留多一點 所以保留的效率會提升 那他有他非常複雜 而且非常有用的有效的調節的機制 然後我們的體組成會影響 脂肪組織的代謝率很低 如果我們體內是脂肪組織多的話 那麼在消耗熱量上面相對就會比較少 減重過程的變化 大家要稍稍了解一下 數字的下降不是代表相同的意思 在體重下降的初期呢 他會變化很快 可是主要是水分的減少 水分去得快 來得也快 所以那個體重的變化不是很穩定 好 那到了中期以上呢 基本上時間越長 體重的降低的速率會變得比較和緩 就好像沒有那麼快 但是他的好處是什麼 在這段時間才是減少的成分是脂肪 而不是水分而已 所以這才是會是真正的減少脂肪組織 然後在減重的過程裡面 我們身體的蛋白質會有流失 因為你在破壞的是脂肪組織 不是只是消除肥肉而已 一個是有生命的 一個是沒有生命的 那底下的表格就讓你看到 在減重的過程裡面前面三週 然後四到十週 十一週以上水分脂肪所分配的比例 在前期的話呢 水分占44% 所以脂肪只有這麼少 每一公斤減少的體重 大概只有5000大卡 而不是大家熟悉的7000大卡 可是維持一個月以上 你就會看到這個時候 脂肪減少的比例占了70% 每一公斤體重的下降 代表的熱量是真的多了 如果再延續下去 那麼就可以繼續維持這種消耗脂肪 消耗比較多熱量的這種狀況 所以從這個資料 你就很清楚可以看到 要維持一個減重計畫 至少要兩個月 要十週以上 你要這樣子的穩穩的去做 經過這段時間就好辦了 就真的進入成就感的階段 那減重的目標跟策略 也要跟同學提示一下 我們減重的目標有兩項 第一個減少脂肪組織 不要耗損肌肉 還有器官的蛋白質 然後長期的效果 是要改變自己的飲食行為 跟生活形態 所以肺進心血所產生的新的狀態 是可以保持的 我們最大的挑戰是 怎麼維持一個健康的體重 而不是能不能減重 減重真的不難 策略呢 你通常會先估一下自己的理想體重 其實這邊應該講健康體重 但是就是你的目標值 然後你計算一下現有的體重 跟你的目標值之間的差距 然後再來就可以估計攝取熱量 要怎麼樣減少 原則上來講 不管你的目標有多高 都是以每天負平衡500大卡就好了 以你的需要負平衡500大卡 盡量讓自己的熱量攝取 不要低於基礎代謝率 那這時候熱量要減了 你在食物的選擇上面就要更小心 你需要選用營養密度高的食物 也就是每100大卡的食物 含各種其他熱量以外的營養素 都高的這樣子的食物 你要找這樣的食物 你可以到我們的99網 去看營養密度的排行 然後很重要的 不能只有從吃下手 其實更有效率的是從活動量來下手 這樣的話你甚至可以不必降那麼多的 熱量負平衡 所以策略是這樣 那所以設計飲食的時候 也要掌握幾個原則 第一個要調熱量 但是不可以影響其他的營養素 真的本事關鍵秘訣是在這裡 然後不能夠說什麼油脂都不吃 過去的這種不吃油的減重策略 非常的失敗 因為沒有油脂就沒有飽足感 你會一個人會對這個飲食 就是整天都覺得沒有吃飽 而一直在關注吃 然後所設計的這個飲食要在家裡也能用 在外食也可以 很方便可以去組合 不要讓它變得很複雜 那這樣的話執行率就會降低 價格要合理 然後有利於維持一定的時間 你至少要能夠忍受這樣子的飲食 三個月以上 所以事實上也是要有多變化的 而不是一種商品吃它半年 這樣其實常常是失敗的 然後在這個過程裡面 也給我們一個機會去養成 建立新的飲食好習慣 好 那不可能跟不當的減肥方法 要跟同學介紹一下 很多人會用醫藥 你看我們剛剛看到 假裝腺素 腎上腺素 分泌的時候就可以增加代謝率 那有些人就會求快速用這些藥物 這些藥物都有很嚴重的副作用 利尿就是只是排水而已 泄劑也是排水而已 所以都不會有長久的效果 有一些手術可以局部或切除 抽出皮下脂肪 這個也不持久 因為脂肪組織可以失而復得 只要我們的飲食還是正平衡的話 一樣都不持久 那還有很多飲食療法 你在學我們課程的目的 就是去檢視他到底有沒有 達成負平衡的熱量 不然都是沒有用的方法 還有其他五花八門的減肥方法 都不是那麼的有效 你要懂得自己怎麼管理 去看他的成效 好 所以最後我的結語 我們再回到 醫生要怎麼樣維持健康的體重 他是醫生的計畫 你從現在開始 將來你的孩子從小開始 我們還是可以用 世界癌症基金會的這個建議 盡力讓成年人維持在範圍內 最輕的體重 然後從21歲開始 我們大三的同學 就要保持在正常範圍內囉 BMI 體重 然後成年期要盡量的避免 從21歲開始就要盡量避免 體重跟腰圍的增加 那一般成年人呢 BMI維持在21到23的範圍之內 越年輕我們可以追求比較低的 這個目標 兒童青少年就是在他的成長過程 讓他能夠維持在21的這個目標內 那不要讓他打破他的食慾的控制 不要讓他說沒有關係 現在胖一點 長高就好了 我已經看過很多我自己的親人小孩 他們堅持說小孩子長高就好了 然後現在怎麼吃都沒有關係 再加上我們有那個大賣場 常常家裡孩子就是拿飲料當水喝的 長大了不見得就會自動回復健康 健康是要負代價去追求的 體重控制是人生的第一課 請教練 給他臨用的控制是要負責的 我們來看看 我再次的視頻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我愛你 我愛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